詞曲 李宗盛 熱敏在1949年已經離開了他的家鄉佛山 又來到香港 當時他因為國內的政策 對香港有一個封鎖的制度 所以他的生活環境比較困難 所以有些他的朋友 希望他將自己學到的詠春功夫 都在香港成立一間小小的拳館 自己在教王榮精 在香港第一間移民的武館 就是在深水埗大南街 那間叫樊佔工會 那裡教的 一路來就曾經去過幾個地方 就好像在深水埗、旺角 甚至就是遊牙地 都在那裡教過拳 因為他當時移民教詠春的時間 可以說香港人不知道詠春是什麼 可以完全不知道 可以說葉文是第一個 將佛山詠春拳 帶了下來香港 在香港 開始有些在武術教裏 知道詠春是什麼功夫 後來就是在六十年代的初期 即是六五六年之間的初期的時間 他有一群徒弟為了一個固定的地方 被移民在這裏教詠春 所以就是大家去鼎力去買了這座物業 成立了詠春體育會 成立的時間 這個牌片都有寫著的 是這個六八年七月一日成立這個會 之前在六七年 六六年已經向政府申請了 詠春體育會是在香港政府 成形第一間的註冊 教詠春公司的社團 在這裏教詠春的當時 後來葉文為了他的門人 大家團結 大家聚會去推廣詠春的時間 成立了一個榮春體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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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榮春體育會 寂立了一個榮春體育會